金國黃禎出品古天樂大S主演的電影 這一天就舉行首映禮 來到捧場的藝術朋友都非常之多 由黃禎編導古天樂大S徐希緩 加上吳君如主演的宮廷大亂密探喜劇 終於在香港首映了 據知電影在內地自從7月30號上映以來 僑房成績都相當之理想 古仔這一天混著船浪在澳門回來都值得 我未上船之前已經有船捷返說不能行 然後我上了一艘船 然後上一艘船的人打媽來說 回到香港嘔吐很重要拋得很厲害 但我又很幸運一上船就覺得 沒有什麼事回到來 而且一上船我就睡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拋到 古仔和大S在戲中的親熱戲 相信都是片中的焦點之一 就連大S的前男友周宇文 日前接受訪問的時候都大讚她兩個親 看到古仔很被緊張 看到她從來都不會更加 因為我們合作一直是很好的合作關係 然後她人也很好 所以不會尷尬 兒子出席活動 都說讚你和古仔就很貴死登隊 那你自己聽完之後覺得怎樣 謝謝她 然後我覺得她在痞子英雄裡面 跟趙又廷也是很登隊的 但她最近的飛聞都有 你信不信她真的都忙拍拖 因為最近很流行 就是有一個戲上映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緋聞來做宣傳 所以我其實不太相信她的緋聞 我也覺得她可能沒有時間拍拖 不過觀眾通常看一個戲太入戲 就會很希望她們兩個人交往 這我可以理解 范少皇的膚色都挺黑的 但是她在戲中飾演公公 就每次埋位之前都要塗到很白 很辛苦 化妝的時候 辛苦的 其實辛苦的 辛苦的 而且很麻煩 因為我首先要剃手毛 還要每天帶著鬚袍開工 因為每次拍到晚上的時候 就要開始剃了 鬚出來 即是你也是一個麻煩的 是 是 她又要黏眉毛 都挺辛苦的 動漫Maggie李曼君 這日以低胸萬妝現身 大鬚美好身段 雖然剛剛過了的動漫節 就見不到她的蹤影 但是說得跟她一樣 擁有嬌人身材的秀秀 近日有關性幻想的出位言論 Maggie都所知一二 最近是周秀蘭 就說希望成為大眾的渴望 性幻想對象 你怎麼看 性幻想對象 你也不行 我…我…我可不可以留給 以後的老公 我覺得這樣好像對我的另一半 尊重一點 如果幻想對象被我選擇的話 我會希望做別人傾訴的幻想對象 因為我覺得可能性幻想對象 可能是你肉體上的滿足 但是心靈上的滿足 我覺得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如果比我做幻想對象 我希望成為別人傾訴的幻想對象 愛不zo乎 choose我們 好嗎 小 dish 非真的